白色轿车开到巷口准备掳人 两名男子看到被害人出现 马上动手抓人 被害人逃到饮料店躲藏求救 车子倒车挡住店门口 红衣男子从驾驶座下车 他就是被害人的前男友 严姓男子 他伙同两名友人把被害人掳走 开始恐怖的凝虐报复 被害人一直到四天后才获救 脱困之后不断戳气 你会拐吗 现在我买呢 来 我先跟你 你跟爸爸先报个平安 获救的地点在台南的汽车旅馆 嫌犯已经翻墙逃逸 均魂四天从10月12号开始 当天被害人在云林斗六被押走 接着被押往屏东的汽车旅馆 不但被捆绑还遭到性侵 10月14号转往南头 捆绑在汽车旅馆还遭冠药虐待 当天傍晚又转往云林西罗的汽车旅馆 再度遭到性侵 10月15号被带到台南汽车旅馆 在这里求求脱困 我跟你说 你这条面子买回头 警方也要被害人睁大眼睛交由 因为伤害他的人就是他的前男友 掳人捆绑压在车内 在汽车旅馆之间游走 还好车子坏了 被害人也因此有松绑的机会 被害人和严姓男子交往半年 不堪男友暴力相向分手 还申请保护令 没想到恐怖情人压人凌虐 足足四天才终于重获自由 严姓男子隔天到案 已经收牙禁建 TVBS新闻 吴建宏 云林报道